中国大陆国防部今天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域范围 其中涵盖了中日主权争议的钓鱼台猎语 据公告在区内飞行的航空系必须提供识别 否则大陆可采取军事防御性紧急处置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罗昭和表达遗憾 陆委会下午也以电邮的方式答复媒体 表示大陆方面应该搁置争议 不应采取军事措施 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陆委会将与国防部、外交部等单位密切关注后续情势发展